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五能VF广州横打 时长约2分12秒 腾讯体育8月24日 背景时间 今天下午 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重庆思维主场赢战 大连一帮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重庆奥奥体中新闻发布厅举行 大连一帮主教练舒斯特尔和队员前生出席的发布会 舒斯特尔认为这是一场关键的六分战 希望拿到可场的首个胜利 谈到本场比赛的准备情况 刚刚经历过周中足鞋杯的大连一帮主教练 也认为赛程非常紧密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是一场六分战 首先8月份赛程比较紧密 这场是一场保际战 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很了解 是一场六分保际战 球员代表秦升表示 希望用一场胜利为保际打下基础 这是一场不用说 都要去争取胜利的比赛 我们上半年足鞋杯在这里赢了 这场比赛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现在全队上下统一一条心 拿下明天的比赛 为保际打下更坚定的基础 此前的比赛 重庆思维在主场已经联赛六连百 而大连队则在客场还没有赢过 也许这场比赛会是大连人期待 首次拿到客场胜利的比赛 舒斯特尔表示 我们客场不胜 这是事实 但是对于明天的比赛来说是一个机会 看能不能把握机会 拿到客场的胜利 大二 对于明天的比赛来说是一个机会 对于明天的比赛来说是一个机会